比赛性质 NBA常规在节目战队阵双方 有视0比0VS雷行0比0比赛时间 赤月17日时 赛事比赛地点 甲骨文球馆比赛被警惊周勇士队 将在阿克兰这块福地踏上三连关的追逐之旅 作为两个大分区其一的重头戏对阵 他们的对手也将是 俄克拉和马雷霆这个经典之敌 自2016年以自由球员身份改换门停之后 明日将是杜兰特地搭度对上老东家 但就时王家的另一张牌 拉塞尔维斯布鲁克却大概率难以赶上此战 不久前进行了关节进手术的威少 目前看来会在板凳上观看这场比赛 上个赛季双方的四场常规赛对阵 双方各赢下两场 雷霆是前两战的胜者 在雷霆对境下最为重磅的一招三方交易中 老鹰将丹尼斯施罗德送至雷霆 并马上将回到东部的前关买断 以节省心境空间 后者一份非常学会的合同 前往了休斯敦 尽管如此 身在雷霆对于有势的几次争方 也让安东尼颇为回味 这样的对战总是令人享受的 他说 别输打球了 即便在家里边看着两支队伍 你就抑制不住兴奋 因为他们的强度是最顶尖的 施罗德无疑将在新赛季 成为威少的首要替补 在节目战中 他也当作为首发空位登场 而他的后场达当次最有可能是 第二年级圣特伦斯福格森 这位首轮性在今年季前赛的64分钟的出场 时间率只投了八个篮 这一战雷霆的进攻负担 将更多的落在保罗乔治身上 在赏赛季战胜勇士的两场比赛里 乔治场却拿到29.0分 但在两场输给勇士的比赛中 他只得到12.5分 其中一场只有十次投一中的表现 获取一个赛季雷霆赛队阵联盟顶级强队 只收获了很不错的生计 面对猛龙 火箭和勇士三支战绩前三的队伍 雷霆总计收获六成三副 近两年 勇士队的轮换照面空前强大 但他们的季后赛 之旅却还算不上一般风筛 马侧和火箭两大西部竞旅 都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派上赛季的战绩 在主场作战 似乎已经算不上勇士队一个必争的优势 常规赛他们在奥克兰取得29胜12负 战绩与喝场如出一辙 上个赛季的勇士比前一个赛季少赢了九场比赛 同时队伍在技术罢歸总数上却领先着联盟 这或许已经脱离了玩笑的范畴 我会从中学习的 勇士后雷克莱唐普森说 我们要集中精力享受每一晚的比赛 如果我们同时拥有注意力和对比赛的享受 我们会变得很棒 勇士正在尝试去成为自2000年2月的湖人队之后 第一个成就三连关的球队 他们拥有上赛季的核心阵容 有着充足的理由去做到这一点 德马库斯考新斯的加盟也赋予了他们更深的潜力 根据目前的预测 表迈能够在圣诞节日圈明星期间正式回归赛场 雷霆的造势务能力 是他们在本次对战中的最大优势 上赛季雷霆场去撇破对手 出现16.0次失误 领衔联盟 而勇士上季的场军失误 15.4次次数则能进入联盟前五 上赛季在对阵雷霆的前两场比赛中 勇士总计送出了47次失误 后两场他们则着注重保护好了球权 总计只有27次失误 自比利多诺瓦成为主教练以来 雷霆队赢得了全部的三场常规赛节目战 分别是对战马茨 76人和尼克斯 首发预测勇士 库里 克莱汤普森 杜兰特 格林 达米安琼斯 请不吝点赞召唤